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快报 这期的快报我们聊的这条新闻 现在在国内的微博上面的热搜 是排行榜第一名 这是关于香港演员于文乐的 于文乐在香港有一个服装品牌 他有一件衣服的图案的设计 被国内的网络小粉红 说成是支持港独 所以我们看到了于文乐这两天 发出了一个道歉的信 我知道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大家又再怀疑我是港独 香港回归中国是事实 那个公众号已经不是第一次抹黑我 对于这种行为 我表示鄙视和愤怒 本来设计是在2019年3月份完成 我作为品牌老板 我和我团队必须表示歉意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充分处理好 对于我们的疏忽而引起的误会 我表示真诚抱歉 并将会把这个设计东西全面下架 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况 最后我只想大家这段艰难时刻 好好保护家人 保护自己 让所有人回复正常生活 这个道歉信 我觉得是出自余恩乐之手 他自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一点都没有顾忌到 中国国内的这些网络小粉红 他们的想法 因为这些小粉红 他挑你的刺 说你是港独 怎么怎么样 他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这个公众号的流量 为了炒作 为了获得点击量的 因为煽动这样的民族情绪 民族主义的感情 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这种愤怒 这种关注度会很高 他一定会天忧加速 上纲上线 你这个道歉信 这个漏洞百出 在他们看来是可以找到很多的把柄 可以继续炒作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道歉信就知道 他不是出自专业的公关之手的 我们看他这个里边说的一些话 特别有意思 他说香港回归中国是事实 你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谁不知道香港回归是事实呢 我们站在余文乐的角度来讲 他说这句话 我特别可以理解 他就是觉得说 你们这些人没事找事 香港已经回归了 这件事实 所有人知道 傻子都知道 你们还在这煽风点火 一会说这个是港独 一会说那个是港独 根本就不存在港独 香港独立了吗 香港不是回归了吗 现在是谁管控香港 不是香港政府吗 不是中央政府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人实在没事找事 但是这句话又暴露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小粉红 他会抓这句话来攻击余文乐 果然我看到后面很多人 在通过这句话来攻击余文乐 说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香港已经回归中国是事实呢 难道不回归中国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台湾没有回归中国 难道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大家开始来上纲上线 来抬杠了 这句话特别容易被人抬杠了 本来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遇上杠精了 这句话就变成有问题了 就变成了你居心不良了 香港回归中国是事实 这句话放在任何个地方 都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但是在小粉红眼里头 这句话反而暴露出余文乐的狼子野心 暴露出余文乐的港独的心态 我们看后面还有很多 是容易被人找茬的 他说我在整个过程中 没有充分处理好 这句话也很模糊啊 什么叫没处理好 你要怎么处理你说了吗 他也没有提反送中的事情 因为这个设计 刚才忘了讲了 它确实是反送中的一个手势 这个衣服的背后 这个手势是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的一个手势 当然你可以这么解读 你也可以解读说 我就觉得这个手势好看 也可以 但是现在这个手势 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 这个反送中运动的一个标志了 你很难解释清楚说 我设计师在设计这个服装的时候 不是故意把这个带有政治含义的手势 设计进去 实际上我相信当时 这个设计师在设计这个服装的时候 甚至于文乐看到这个设计的时候 是同意的 他们实际上是跟反送中运动的香港人 实际上站在一起的 或者说政治立场是相同的 他甚至可能是通过设计这个图案 来支持反送中的运动 支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大多数的网络小粉红 这些国内的网民们 特别是年轻网民们 他们并不知道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资讯的来源都是公众号 经过过滤筛选的这些内容 都是官方媒体的一面倒的报道 他们不知道香港人真正心里想什么 香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风波 他们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他们就是非常像这种条件反射一样 就是之前我曾经讲过的 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就说这是港独 他们连青天白日旗都当成台独的旗帜 更何况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呢 还有就是最后一句话 也是可以被挑很多毛病的 他说最后我只想大家这段时期 能够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回到正常的生活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表示一个我还是关心你们的 你们不要闹了 你们不要没事找事了 你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照顾好家人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身边的人 而不是挑我是不是港独 挑我这件衣服的设计 它是背后有这么一个含义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这么解读的 小粉红也必然会这么解读的 我们看这个余文乐道歉底下的 小粉红的留言 全面都是在骂 而且这些人骂的都是 说什么这种错误不能原谅 港独必死不容反驳 而且怪这个余文乐说 为什么你就不说一句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呢 这个玻璃心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香港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要必须这些香港艺人 要必须这些香港人 必须他们要说出来才是一部分 他们不说出来 好像香港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似的 这个玻璃心有多重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也反映出中国的脆弱 和中国小粉红的脆弱 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到手的东西 可能不是自己的 或者很容易被人抢走 他们是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信心的 这种自卑感导致的 他们是非常的敏感 你一旦说什么 他们觉得你是不是要独立 你是不是台独 你是不是港独 就好像港独和台独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一样 就感觉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握 台独和港独不会实现 那说明他还是对这个国家不是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防止港独跟台独 对吧 同样也反映出 这也是很重要一点 反映出他们自身的这种无能 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任何事情 他们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想法 比如说云文乐的想法 或者台独港独的想法 香港的反送中一两百万人上街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认为只要是反送中都是港独 这也是国内的媒体宣扬出来的 这种香港跟大陆的仇恨 在这个小粉红的这个观念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且他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再说一遍 他不是一件坏事 小粉红对香港人的这种上纲上线 最终结果就是把所有香港人都逼成港独 他本身不是港独 但是你给他们扣各种港独的帽子 说要对付他们 说要让他们去死 对吧 说各种各样难听的话 让他们觉得说 看来我不应该跟你当同胞 我们俩不是同胞 本来我还是想着跟你当同胞 但是你这么对我 这么对香港人 我干脆还不如我港独 那最后结果就是说 你说我是什么 就是什么就完了 对吧 你说我是台独 我就是台独 你说我是港独 我就是港独 你说我是汉奸 你说我是走狗 你说我是卖国贼 你说我收了美国人钱 那我就收了美国人钱 就算了 大家就最后就认了 那最后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香港人都成港独了 台湾人都成台独了 最后的结果实际上 对中国政府的立场 是有一个反噬的效果的 但是小粉红不管那么多 他现在反正在家里憋着 出口气 网上发泄一下 他爽了 对不对 他不管别的 那些公众号靠炒作这个事情 增加粉丝了 增加流量了 增加广告收入了 这不是好事吗 对吧 每个人都这么想 每个人都是考虑自己的 个人的利益的 当然他们打的招牌 都是为国家好 我要教训这些港独 但实际上最后 还是害了这个国家 害了这个政府的 今天这话题 我就先讲到这 毕竟是公子快报 不是公子时评 那么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可以再深入的 通过公子时评的节目 再来跟大家一起探讨 别忘了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